我烂赌的妈妈 我妈跟我讲说 我已经拿了人家一百万 你就去挺上班吧 为什么会是去当个文女呢 我爸爸中男轻女 所以自己这样表现好一点 我不能够要有茶给人找到 我从小就是很好强的人 中学能到考大学 我都是学霸 小学六年级 我就去电子厂打工 那自己大学也要想办 感性的就是我烂赌的妈妈 我妈跟我讲说 你不用上大学 我说我已经拿了人家一百万 你就去挺上班吧 然后我爸爸中男轻女 说女儿 你如果不去的话 你妈就要跟我离婚 就求你 怎么可能有这样子的父母 怎么可能呢 我会是去当个文女 所以就想说 就咬断直算 不用去面对这样子的父母 这样子的人生 他也除外每个小公寓 说冷静几天 可是我说就是想死 他就当人大 就就输血把我讲 你救回来 救回来之后 你死不去 那你就或出去 我什么也不怕 刚好有人找我做模特儿 觉得不妨去实施 我操作目标 努力地去做 还拼命地工作 如果你要我重来一次 当时也应该一次 不用轻声 为什么要管他们 打开那个节 你都可以开门 你还是现在 你还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